上周五晚八点 快乐男生个人抢关赛 正式拉开帷幕 进行了第一场直播 我们琪琪小天使 在手轮被鸡哥选择PK 遗改往日的可爱风格 深情地唱起了十万毫升眼泪 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 可能是因为突破了自己 他顺利取得了召唤师 莉莉和小猪老师的喜爱 赢了实力强劲的养鸡 但是琪琪也表示挺意外的 惊讶就像吃了鸡哥拉的鸡屎一样 我说了 而另一边同样是因为召唤师的选择 黄中生成功进棋全国六强 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觉得 想要老师会直接拉我的 没想到我在台上吓一跳 因为我觉得王光宇更应该被烙 就是他值得被肯定 唱跳歌手真的很难 我其实就是之前 没有太在意到光宇有多难 但是今天或者是这几天的彩排 我真的发现 其实唱跳歌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同样高度评价了 米粒壮歌唱跳表演的小猪老师 然而在小云云看来 却没有了之前的欣喜感 而是倍感压力 不能说还好 就是没有太去激动 因为觉得走到这一步 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得到他这么多好的评价 也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回馈 所以那反倒是一种 让我以后要更加 hold住自己的一种压力 树立一下有些伤感的心情 下面是您的快男小哥哥的 趣味问答时间 第十五年 五十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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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满分的话 那就打六十吧 六分 六分 本来挺好的 唱完最后一首清唱 我直接就像他们真的说的一样清零了 零分 那个调起的也是有点高的多了 然后你是不是起高了 这就是第一次为男生托呀 何德何能 就是我说陈老师 不是陈老师 何老师帮我扶裙摆的这件事情 何德何能 我会跳舞吗 中国最强烈的说我跳过舞吗 今天还是星期夜 到了就开始 想要飞速来到周五晚八点 听直播了呢 忙搞了新闻 不知道本周五晚 他们又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表演呢 好的